六七在職棒裡面 有時候今天你可以當英雄 但你隔天有可能會當 高雄 棒球世界常說 九局下半兩人出局 比賽才開始 面對瞬息萬變的終止戰場 彭正銘能夠奠定 毅力不搖的地位 除了熱忱和毅力 就是努力再努力 十九年終止生涯即將落幕 第一個要感謝隊友和球迷 如同口號一般 不離不棄 是我兄弟 對運動那你要有很深的團隊 精神和團隊感 你差有辦法讓 這個運動表現得更好 球迷是因為喜歡棒球 然後來看棒球 然後對於在看棒球 享受那個吶喊 會讓他得到一些 安定感或開心 那對球員來講 可以都要榮耀 尊重和球迷的支持 然後你又可以讓自己的家人 生活過得更好 支持恰恰十年以上的球迷大有人在 不過說起頭號粉絲 非恰把莫屬 看著彭正銘的棒球人生超過三十年 長場比賽不缺席 是非常重要的幕後推手 我父親他自己在工作上 或者在人生歷練上也不少 所以他總是有一些想法 當我在哪個階段 有一些困惑 或者是一些走不過來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講 要怎麼去面對 或者怎麼去處理 我想算是這一路上的新領導師吧 在很多運動員心中 家庭永遠是第一順位 而恰恰也不例外 爸爸擔任新領導師 至於一路走來還有另一項助力 就是弟弟彭正銘 在台面上我是很照顧他 那在台面下其實他也蠻照顧 因為他對一些細節 或者他對一些事情的那種 他比較會了解什麼是處理 現在我們兄弟倆 或許很少見面 但是很知道說自己彼此需要 彼此的所需的地方 所以就會在這樣的地方上 去互相Cover 或者互相去應對對 難得的真情告白 讓球迷看到不一樣的彭正銘 同時也理解到隊友 粉絲和家人缺一不可 才得以完整恰恰的棒球人生 YTV新聞採訪報導